完成後面的部分 一可能先把旁邊先做練習吧 比如說我如果希望把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自動變成三碼的話 在格式 比如說我以上面這兩個儲存格為例 按右鍵儲存格格式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一般會怎麼樣呢 在制定裡面其實補三個零就可以了 0,0,0,0 表示說我要三個字 那你以後一律就幫我格式化成三碼 那你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 它這邊就變成0,8,4,0,0,7了 但是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用格式的話 實際上在ECL是表面上看到 但實際上它存的還不是文字 還是8,4跟7 它只是一個表面 幫你做一個格式一下 那實際上裡面存的資料還是沒轉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要把它 像剛剛那個部分 真的轉換的話 在ECL裡面有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 其實也是在文字類裡面 不知道哥沒用過 這函數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用到的機會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你不會用的話 很多事情可能不好做 叫TEXT TEXT TEXT實際上就是文字 底下有一個敘述 它意思就是說 依照指定的數值格式 有沒有 格式就是剛剛的格式 將什麼呢 數字轉成文字 意思就是本來84 如果你要變0,84 因為文字才會有0開頭 數字沒有0開頭的 有沒有 所以它會幫你實際上幫你轉 但是可能你需要記得什麼 記得那個格式 所以剛剛我們那個數值格式是000 所以你只要把000 放在它的格式裡面 那再給資料 兩個東西 它就會幫你把它轉成功了 我們來試一下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給兩個東西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 我練習也許用下面這一列好了 這個是 下面這個的話 我們插入環數 找到那個TEXT 看這邊 T開頭的 然後給它什麼 給它value 假設我給這個欄位 28 如果我要格式化的話 請你打000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打000 你把它移開有沒有 它不像那個if函數 會前後幫你很貼心的加雙以號 這個formate 它這個下面這個 它不會加 所以怎麼辦呢 你要自己加喔 因為它是一定要是test 所以記得喔 前面雙以號 跟後面雙以號 這個一定要自己加 因為有些同學 忘了加就不對了 你想是不是這樣做嗎 因為你少了雙以號 這個很重要 因為有同學錯就錯一些小細節 並不是你不會 是因為你小細節沒有注意到 OK 好 你會發現喔 它能夠幫你做什麼呢 它會幫你把那個28 有沒有 這個28是指的是 數字的28 轉換之後 格式之後變成028 有沒有 而且還告訴你說呢 前後還有雙以號喔 表示說呢 上面是一個數字 它會幫你轉成文字 OK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到底吧 那 剛好就需要 我們符合我們要的嘛 對不對 所以喔 如果說 按確定之後 當然旁邊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向下 那底下也可以把它填滿 好 大概知道 可是我要怎麼樣把Tesl 取代剛剛 REPT加L1 其實很簡單嘛 你可以什麼 有不要放在原來的公式 把那個end 這個 REPT 開始這部分把它刪掉 改一下 改什麼呢 改Tesl 所以 插入函數 Tesl有沒有 Value的話呢 就是 084 就給 欸 它裡面還是84 你把084帶過來 因為格式嘛 看起來是084啦 不過實際上裡面還是84 那格式化成什麼呢 格式化成000 所以雙引號 000 雙引號 OK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 有沒有把084出來 那後面一樣 再把 end 後面複製一下 貼到 這個後面 然後把G4 改H4 打個勾 向下填滿 欸 這樣的話 就大功告成 不過它的好處是什麼 公式突然變短很多 而且呢 觀念也比較直覺 所以有的時候 REPDL 所以也可以做出來 但是Tesl可能會更簡單 那這個地方 只要跟各位講 就是你在做一些工作裡面 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那有的人可能不知道Tesl 所以它怎麼樣 拐個彎 拐很大一個彎 REPDLL 最後做出來了 可是在我們來看來 好像這個會簡單很多 所以為什麼要 各位去把那個 esl裡面的函數 每個如果都可以了解 而且很熟的話 那你就會知道 哪一個方法是最簡單的 還有沒有更簡單的 其實應該這個就夠 夠簡單的 再來沒有了 除非怎麼樣 使用VBA 如果你這個做完之後 想要讓它更簡單 就我剛剛講的 你還是非得使用像VBA 那VBA裡面的話 就至少會有兩種形式 主要是兩種形式 一種形式是按下按鈕 一種形式是插入一個自定函數 這個也是後面我們要講的 重點 也就是說 讓你的效率更加提高 如果你每天都重複的事情 那記得 你可以取代成按鈕 按下去 比你要想用公式快很多 應該有比較快 而且它還不只是這些 它還可以把很多的動作 全部串在一起 一個按鈕可以串很多很多的工作 就是你按下去 這一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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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跑完之後 自動怎麼產生圖表 自動產生報表 自動列印出去 或者甚至把這個報表結果 自動轉換成PowerPoint 直接寄給哪一個人 連續的所有動作 一個按鈕可以全部完成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就你可以把所有東西先寫完 然後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事情就搞定了 其實這也是有樂趣的地方 而且甚至還可以讓它 在每天的幾分幾秒的時候 自己做這件事情 OK VPA裡面有這個功能 它有一個on-time的方法 就像一個鬧鐘一樣 時間到自己做 等於就是說如果電腦打開 不就一個機器人在那裡了嗎 所以其實 後面我們要講 後面現在比較熱門AI人工智慧 實際上就是說讓電腦可以把它打開著 它就可以每天固定的時間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開盤呢 自動抓下來 自動分析 自動把可能的一個你需要的東西 寄給有需要的人 看用什麼方式 看他喜歡用 以前用簡訊吧 現在應該沒有問題 現在可能用 或者推播用LINE 用FB 用Google的反應什麼東西 可不可以做到 絕對做得到 會不會很困難 會的人很簡單 不會的人就是一個門檻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學的 你們現在學的東西就是 慢慢一步一步的 就像爬階梯 你要爬到那個山頂上去 那你就必須要一階一階的往上爬 那慢慢累積 你如果不累積 你除非做直升機 應該沒有那種東西 直升機要靠人幫你操作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如何把一些事情 能夠再更加自動化 OK 那這個部分請各位 就是試著把 剛剛的那個REPT改成TES 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VBA 不過VBA做之前 也許可以先了解 錄製聚集 因為 錄製聚集的好處是 它也會寫程式 可是不是你寫程式 是ECL自動幫你寫出來 自動幫你寫程式 這個也是VBA 這個ECL的一個厲害的地方 其他的工具沒有啦 但是ECL裡面有一個 自動幫你寫程式的功能 但是你要怎麼去 讓它幫你寫出正確的程式 而且也可以幫你 你要自己採用按鈕 按下去 一樣可以執行 那待會我會教各位 怎麼去把那個工作 從函數再進化到 那個就是程式設計的部分 請各位先試著把 剛剛那個